这师傅胆子真够大 竟然走鱼塘中间就这样过去了 嘿老铁们不要到处找 看镜头中间的房子那里 中间中间我正在下坡 自家的 看来今天我也要走鱼塘中间过去了 我要是不过要是怂了 那岂不被他看了笑话 管他三七二十一一边试探一边走 万一下了车我就呼叫一声 前面的好朋友 小伙伴早早的就占了一个c位 堆泥坑 那叫挖的一个不云乐乎 今天这个鱼塘 东家的日算不是特别多 而且外面堆泥坝的地方 也是别人家的 所以地方有限 只能适当的堆一些 但是今天有一个主要任务 那就是这个堤坝需要重新建好 而且还需要做到非常工整 并且达到砍水泥的标准 那么每一个鱼塘东家表达什么精神 咱就给他怎么做 既然今天的重点是这个堤坝 小伙伴站在c位挖堆泥坑 那么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整理这个堤坝 目测现在堤坝的平面只有2米5宽 首先鱼塘的日泥挖不完 那么在堂底就没有整理边坡的条件 重点说一下 像这么大一棵花椒树需要长好几年 这个老东家种这么一棵花椒树也非常不容易 虽然他叫我直接匪掉 但是我感觉这棵树还能活 执意给他丢到一边 到时候再给他种好 我今天的干活思路 把堤坝那边坡的脚下 挖了2米宽并且清出硬底 然后再堆离坑里面挖土 先给他把堤坝的形状做出来 比较近的地方自己能挖就自己挖 比较软的地方 那就叫上小伙伴一起转土 反正最终就像这样 把整个堤坝初步形状做出来 大致以满足我施工条件为标准 我这里所指的标准 也就是堤坝平面的宽度 大概3米5左右 且整个堤坝成直线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整个堤坝必须在堆稀泥巴之前 宽度坡度甚至每一个角落 都要填到非常饱和 意思就是必须不能挖土 必须要完全全部填到位才行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想说 最后的堤坝能不能做到非常饱和 非常好看 这一步才是最关键 既然外面堆不了多少稀泥巴 咱们两个转起来速度也挺快 以军人的1加1等于3的速度 很快非常快就搞完了 现在接到东家的指令 鱼塘四周围的杂草树木 全部给它清理干净 我只想说现在我脚下 不是有这些杂草树木做靠山 我估计我早就现车了 还好我耍了这么一个小聪明 把这些杂草树木全部垫在脚下 才换来了我现在的来处自由 OK 就是这样的方法 一边挖一边填 直接做到头 然后再从镜头的脚下 哎呀哎呀哎呀 差一点又要现车了 我先把挖机爬上去再说啊 还好有一只脚没有吃软饭 要不然可能又要趴窝了 就这样一边后退 一边把脚下的杂草树木 全部给它甩到高坎上面去 顺带用斗背 把高坎下面的坡给它摸一摸 这样整个鱼塘看起来 既湿滑又好看 注意老铁们 我这个人比较懒 但是我把杂草树木 全部集中到一起 再统一一铲挖上去 这个方法不仅适合懒人用 可恨的是 它竟然效率还更高一筹 糟了糟了糟了 刚才还有杂草树木 垫吧垫吧 现在杂草树木没了 一边坐挖机就在一边下沉 不搞了不搞了 限车我是不可能限车的 因为我看到它过来了 我立马赶紧就跑了 让它一个人在这里慢慢的限 跟着镜头来看我一起建堤坝 首先Runi甩完之后 不管是堤坝的坡面 还是平面上 漏漏树树在甩泥巴的过程中 都撒掉了很多的稀泥巴 把这些残留的稀泥巴 清理干净之后 在堤坝的那边坡脚下 修出一条2米5宽的路 注意修这条路 如果泥巴很稀 那么最好建议把它们清理干净 然后选择性的挖一些干土 来修这条路 具体修这条路做什么用 咱们后面再说 搞完之后就是这样 下面有了一个2米5到3米宽的平台 接下来把挖机开到 滴巴上面去 先把整个内边坡给它剪一遍 具体作用就是统一坡度 并且统一坡度的直线 以及整个坡面的宽度 也要达到一致 然后接着再把滴巴的表面剪平 并且还要统一 滴巴平面的宽度 该说不说我下面的那个小伙伴还是比较厉害 那么深的日泥造了那么几个窝 他竟然没限车 还把堂底平整做完了 属实厉害 在下佩服 真的佩服 滴巴的平面剪平之后 挖机在上面也有了一个非常好施工的条件 现在开始把坡面拍紧加固 由于整个滴巴全部是田的松土 所以在反复拍紧这个过程 我整整做了三遍 OK 接下来这个操作 是下面没有刷坡的条件所产生的 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那就是用斗尺把下面拍出来的软角 一下一下的给它推开 做出我视频当中这样的效果 现在看上去 整个滴巴坡面的高度都比较统一 基本上手如一样宽 也比较好看 做完这一步之后 再来到最后一次拍紧 这一次我称它为精细拍紧 该说不说还是比较有讲究 并且要达到很多的目的 这一次看上去是拍 实际上我用摸来形容一点都不错 主要是把刚才拍紧加固的时候 泼面遗留的这些牙齿印给它抹除掉 还要一边摸一边观察 有没有遗留下来不平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这一次必须给它全部解决掉 至于滴巴的外边坡就比较简单了 只要配合那边坡的直线 把滴巴做成统一的宽度就OK了 接着又来到了下一个步骤 那就是整瓶滴巴表面 同样这一步也比较简单 一边剪一边摸 感觉比较高的地方就给它剪一剪 感觉差不多就给它摸一摸紧 就这样非常尊人的坐过去 今天这个滴巴 池口在中间 由于东家挖了鱼塘 钱全部给了我挖机 现在暂时没有钱买排水管 所以这个池口的排水管 咱就先给它挖好 等到东家有钱买排水管了之后 自己去埋 大家仔细看堆放的日泥 还有堤坝的平面 总之上面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完 现在咱们就把挖机开下去鱼塘 由于这个坡需要砍混泥土 所以我挖机开下来留下的这个痕迹 借机会在下面挖一点松土 给它盖一盖 然后再用斗背摸一摸 由于场地受限 咱们就不要摸到太重了 简简单单 轻一点摸一摸就行 这个时候 我刚才修整鱼塘之前 在下面修了一条2米5宽的路 就起到了作用 直接照着坡的最脚下压出一条痕迹 这里也相当于给自己 用石灰放了一条线 其实建堤坝只要你掌握了方法 不用石灰线也能挖出这样的效果 咱们就照着刚才挖机压过的那条痕迹 一边后退一边挖墙脚 既然泼脚下已经全部挖出了硬底 咱们今天这个墙脚也不需要挖多深 挖出来的土就给它丢到墙脚边上 并且同样的方法给它摸一摸平 糟了糟了糟了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想起我上次现车的状况 简直就是如出一折 一模一样 一缠斗下去就拔不出来了 哎 还好今天 哎 哎 怎么了 刚说还好又掉下去了 不搞了不搞了 小伙伴早就跑了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赶紧跑 来来来 老铁们你们看 这是别人房子前面的高坎 它让我们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特意交代我们不能挖 修一个斜坡都不行 好不容易才上来 真是太难了 OK 老铁们 今天的活已经搞完 最后的效果 躺底平平整整 堤坝也是整齐划衣 甩出来的日泥 也处理到平平整整 最重要的是 东家的马尼也被我赚完了 每天小赚几百 生活多姿又多彩 感谢大家的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